因為某些因素,我必須製作插花海綿人工勇士 所以順便就來做一集教學吧 製作插花海綿人工勇士算是一個養蟲的基本功 網路上已經有滿滿的教學了 不過之所以要做插花海綿人工勇士 是因為最近發生一件悲劇 就是比較早羽化的神馬大都釋放在瓦輪子人工勇士中 拍攝羽化縮時攝影時很不幸機器沒電了 尽管這是非常令人懊惱的事 不過至少在隔天早上我發現的時候 它是非常順利的羽化量次中 於是我很安心的拿相機拍了一些照片 然而當天下午,我卻發現它翻身過去了 翻身過去是羽化的甲蟲常見的事 正常來說並不會影響羽化的結果 但倒楣的是我使用瓦輪子人工勇士 而且它的刺鞘也還不夠硬 人工勇士過值的曲線使它的刺鞘爆開了 這對我來說無疑是一技重擊 飼養近兩年的成果就這樣毀於一半了 所幸這並不會影響它的存活和繁殖 因為我無法承擔最大個體發生這樣的失誤 所以決定給它更好的人工勇士來降低風險 那就是插花海綿人工勇士囉 但我還是要替瓦輪子平反一下啦 這基本上是我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 很少遇到還在亮智就翻車的狀況 猜測或許是我拍照的時候感擾到它了吧 好啦,那就開始來製作插花海綿人工勇士吧 首先稍微比對一下床體長寬度 一般來說,勇士長度約永的1.5倍長 寬度約永的1.2到1.5倍寬 深度也要永的1.2倍高 我們要挖出一個鵝蛋狀的空間 所以可以找大小適合的蓋子來幫忙一下 一個較大,一個略小的蓋子 抓好距離後像這樣,用力壓下去 你看,有一個漂亮的圓形了 接著換這邊 好了,你看不錯吧 然後拿尺和美鳳刀 像這樣,連接兩個圓的切線 哈哈,真像數學課在做幾何繪圖啊 好啦,這樣就畫好預定的大小了 早跟湯匙開始挖吧 挖的技巧是不要太用力 慢慢由內向外挖,千萬不要想一次到位 不然一個失誤就很難彌補了 像這樣邊挖邊刮,慢慢修正形狀 這裡跟各位聊聊插花海綿人工勇士的優缺點吧 首先,優點就是可以非常貼近天然勇士的弧度 保水性也非常好 材質也不容易發霉或長雜通 所以是資深重有無可取代的材料 但缺點也是明顯的 插花海綿相對較貴 花店零售一塊大約30元台幣 再來是它是無法回收的 相對比較不環保 最後就是製作流程相對會比較久一點 聊到這邊也差不多做好了 用手指輕壓來整形一下 好了,把弓勇放進去看看 完美 好啦,接下來順便幫母蟲做一下人工勇士吧 一樣比對一下 因為要做略窄的勇士 所以用罐子來壓出圓形 這邊用蓋子壓 然後畫出切線 形容得是未來的 時刻不潔 OK 可以開始挖了 開始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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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把母蛹放進去看看 完美 把海綿放進飼養槍中 接下來把海綿噴濕 這需要很多水喔 千萬別只噴表面 那樣會太乾喔 我會不會太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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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需要更多的水 不過也絕對不要拿去泡水吸到飽和 那就泰絲囉 現在可以把蛹放進去囉 太好了 希望他們可以順利羽化囉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觀眾請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見 掰掰